好 来看到就是关于中国大陆两会的重要消息 是他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定出了 今年度的经济成长目标要达到5% 这普遍被认为是相对比较保守的 但也还是被质疑该如何办到这目标 因为在去年定下是5.5% 但是后来因为疫情严格的清零风控之下 经济被打趴 只剩下了3% 而现在虽然是已经放开了放弃的清零了 但是没有出现这个报复性的消费潮 所以这阴影还是存在的 我们看到是消防是大陆的国家发表提到说 要来刺激内需 要扩大内需 刺激消费来听说法 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机的结合起来 我们要进一步的释放居民的消费的潜力 要推动投资更快 更多的形成实务工作量 要深入的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此外这就是5%的经济成长目标 他们是认为说这还是符合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规律的 因为当前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所以必须要长期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经济成长的方式 那你看得出来是必须要提振这个疫后的经济 以及稳定发展 避免出严重的这个经济的危机 是当前新一届政府的重要任务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